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黑窟窿里 这个黑窟窿足有面盆大小 还嗖嗖的 往外冒着一股股的腐朽臭气 领工干活的队长很有经验 他点燃了一把薅草 丢进了黑窟窿 借着薅草被点燃后的光亮 他发现几米深的黑洞里 好像有一些奇形怪状的青铜器 很显然 麦芒掉进真眼里 凑巧的 今天他们一搞头下去 竟刨出一座古墓来 绍兴是文管会的领导得知消息 急忙亲自带队 赶赴现场 这座后来被称为绍兴308越国贵族墓的发掘 就风风火火的展开了 这座古墓不同于中原地区的墓档 这是一座带有壁堪的土坑墓 在这座墓中 草古工作者一共出土了1224件越国时代的文物 其中比较珍贵的有青铜器17件 玉器6件 玛瑙饰品102件等等 其中一位老专家在处理一堆因腐烂叠合 遭朽变形 已经粘连的漆木器的时候 在漆木器的中间 竟出现了一个手指粗细的青铜柱子 柱顶还立着一只大胃鸠鸟 这样诡异的青铜器 这位老专家 虽经验丰富 可是他也是第一次见过 他小心翼翼地拿起探探子 一点点地将漆木器分层起下 再放一边一个通膜高17厘米 面宽13厘米 近身11.5厘米的青铜乌鱼 就出现在专家的面前 看这个模样古朴的青铜房屋 是为老专家兴问的差点叫出生矮 这种青铜房屋 真的太有研究价值了 这件文物受到了熊猫式的重点保护 被送到了绍兴式的文贯会 随着青铜房屋里面腐烂的漆木炸被清理干净 一个更令人欣喜的场面出现了 这个青铜屋鱼里 竟然还有六个手指掌的乐鸡 在表演者自己的拿手绝活 这件文物最后被定名未及乐铜屋 它真的是开天辟地 头一回面试 而这种新鲜度三个家号的国宝籍文物 最后被送到了浙江省博物馆永久收藏 经过浙江省考古专家的多年研究 这件继乐铜屋镜出现了三个悬疑重重的谜团 首先第一个谜团 这个继乐铜屋 可是战国时代乐人的房屋模型 有的专家直接判断 这个继乐铜屋 就是乐人的房屋实物模型 而且还有房积柱顶上的大尾鸠鸟 这就是乐人的鸟崇拜习俗 可是反对的专家却说 这个继乐铜屋 并非是乐人房屋的实物 在线立体图 它应是经过了将人加工的艺术品 接下来的迷环是 莫非这些继乐人在为贵族主人 进行着一场房中乐的表演 专家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疑问 是因为这些继乐人将衣服都脱掉了 房中乐是春修战国时代 流行于贵族之间的一种私密的高级享受 因为是见不得光的东西 历史文献上的资料不多 故此 这个同屋继乐人如果是在做此类表演 真的是揭露了一个千年的民团了 最后的民团是 难道这些继乐人在进行着一场巫蛊活动 乐人在历史上是一个比较迷信的民族 美欲干旱 水患和瘟疫等等的灾情 他们都会求神保佑 而求神之前 都要进行献祭 献祭中的一个环节 就包括了继乐人的表演 可是有专家对这个判断进行了反驳 献祭是严肃的事 让继乐人不穿衣服 很显然 这位余力不合 这件继乐同屋上 充满了各种难解的谜团 小编不管是是非非 还是对对错错 相信随着专家们不断的努力 随着越国埋在地下的文献 出土越来越多 上面那些难解谜团 总有一天会拨开云雾渐青天的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네 那 那 我 想找啊 可以